Mandy 老闆,李先生今早找過你 他問你過了帳給他沒有 是呀,他的貨我們已經收到 Mandy,稍後檢查一下 我們去銀行的戶口是否夠錢 然後用網上銀行過帳給李先生 那你給我一個保安編碼器 是呀,快點 知道了,老闆 奇怪了,為甚麼我進了這麼久都還沒進去呢? Marco 有甚麼事? 你電腦這麼厲害,你可不可以幫我看看? 會不會太多人上網才是這樣? 是呀,你剛才做的事是甚麼? 沒有呀,我沒有像平時那樣登入 之後就有個畫面彈了出來 叫我入個號碼去那個編碼器那裡 然後再按個黃色鍵 進回銀行保安編碼 嗯,那之後就變成這樣了? 是呀,我等了整個小時了,還沒登入 這次一定會被老闆罵 嗯,那不如你試試關掉一個瀏覽器 之後再登入吧 隨便看下去 大家是否覺得 跟一般登入網上銀行理財的情況 沒甚麼分別呢? 其實,片段裏面的Mandy 已經代入了騙徒的陷阱 這個網上陷阱的名稱 叫Man in the Browser 簡稱MITB 而Browser的意思就是 平時我們用電腦 上網用來瀏覽網頁的瀏覽器 王Sir,你好 你好,Philip 王Sir,可否跟大家講解一下 這個MITB陷阱 騙徒所用的手法是怎樣的呢? 好,Philip 其實這種手法當中 騙徒是會利用惡意軟件 去入侵受害人的電腦 進而去騎劫他們的瀏覽器 起適當的時候 例如受害人登入網上銀行戶口的時候 惡意軟件會發出一個虛假 類似網上銀行的畫面 藉此去騙取受害人的重要資料 是哪位? 這個是新年前來的 陳先生,是否用了公司あの貨幣 才賺了一個信貨給人啊 對啊,要賺了一個信貨幣 有什麼 heroes? 沒有,我們看到eeee 那貨幣的二十八萬五千三十四號號 全部都埋穿了 我想知道有無特別事發生 Brow,你不要去提示一下 Mandy,進來吧 подумают öffentlich 什麼事? Mandy,你怎麼轉走了公司戶口的錢? 我沒有啊 你是不是在說過數給你生的事? 我一Lock in 完了就Handle機了 根本都過不了數,只不過我沒空跟你說 小姐,不好意思 我剛好有些事情要搞清楚之後再回覆你 好,沒問題 好,再見 對了,那個網頁有沒有叫你輸入過數的保安編碼? 有啊,他那裡叫我入過保安編碼 那我就入了 但之後就輕輕了一個小時 那我就關了一個瀏覽器再開過 Marco教的 對了,Marco,進來 老闆,不用緊張 網路繁忙而已,經常都有 什麼緊張? 什麼經常都有? 現在網上被人騙錢了,不是經常都有嗎? 經常叫你看多些警訊的 這種情況就是被黑客入侵 被人騙走的錢 什麼都被騙走的錢嗎? 喂,我銀行戶口二十多萬被人轉走了 公司一定倒閉吧 你的工作也沒有了 我經常叫你update防毒軟件 你又不聽 那怎麼樣? 怎麼樣?報警了 Mandy,帶我去銀行 知道 王Sir,在較早前的片段裡面 我們就看到Mandy 根據虛假版面的要求 把八個位的數目字 輸入到保安編買器裡面 然後再把保安編買器 所提供的六位數目字 輸入到虛假版面那裡 其實這個就是編圖陷阱的一部分 沒錯,編圖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有騙受害人 輸入這個六個位數目字的保安編碼 值這個保安編碼 編圖也是可以在受害人的戶口裡面 轉走一些錢 讓我再詳細跟大家解釋一下 好像在剛才的個案當中 因為那部電腦之前已經中了學業軟件 而受害人的瀏覽器也受到入侵 所以騙圖是能夠利用技術 彈出一個假的畫面 而在這個偽造的畫面當中 受害人會輸入它的用戶名 然後按Lock on 再輸入密碼 然後按保安編碼器的綠色鍵 再輸入一個六個位的數目字 而這六個位的數目字 正正就是登入用的保安編碼 但是這個時候 惡意軟件已經發出了一個虛假的畫面 而這個虛假的畫面 是會有騙受害人 按下保安編碼器的黃色 再輸入一個八個位的數目字 而這組數字正正就是騙圖戶口 的尾八個位的數目字 當受害人再將過數用的保安編碼 輸入之後 惡意軟件就會刻意 令到電腦看起來好像手機一樣 而事實上 電圖亦都利用了這段時間 在受害人的戶口裡轉走了些錢 有這裡 森林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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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個保安編碼 OK 剛剛上到網 多少 這裡 好 好 等一下 盡快 只有一分鐘時間 收到 來 有二十八萬多 不用說了 趕快過去 好 收到 對 搞定 OK 大家要特別留意 編圖所偽造出來的版面 像真度可以是非常之高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覺 王Sir 如果是一些經常使用網上銀行去理財的人士 可以做些甚麼措施 避免跌入這類型的陷阱呢 警方亦都想藉這個機會 呼籲大家注意以下的事項 第一 某些銀行的保安編碼器的左下角 是會有一個黃色的按鈕 這個黃色的按鈕 主要是用來過數給第三者戶口的時候 才會用到 在其他情況 特別是登入的情況的時候 是無需要用到這個黃色的按鈕 第二 我們建議大家要安裝和定期更新 你們的防毒軟件和防火牆 以及定期更新病毒定義檔 第三 千萬不要隨意開啟一些 來歷不明的電郵和它的附件 因為這樣做 是很容易令到你的電腦 受到惡意軟件的入侵 如果大家在登入或者使用 網上銀行戶口的時候 發現有不尋常的視窗彈出 電腦出現異常緩慢的情況 或者手機 甚至乎是其他可疑的情況 你們一定要馬上打電話給你們的銀行 以免受騙 最後想特別提醒大家 當大家要轉帳款項去第三者戶口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小心 核實清楚收款人的戶口號碼是否正確 希望大家對這一類型 MITB網上騙案的陷阱有所警惕 千萬不要成為下一名受害人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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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